很多女太监也因受到牵连而殒命 可见相比于男太监而言 女太监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职业 无论男太监还是女太监 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扭曲 更是封建制度残酷性的外化表达 女太监也是一个十分凄惨的群体 很多在入宫时被净身的女太监 活得更是生不如死 由于女太监大多来源于民间 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都十分复杂 为了避免皇室血统被玷污 她们都必须经历净身这一关 宫女和女官必须无条件遵守阳科的公规 其中有一条十分奇葩的规定 不能随意魅惑皇帝或太子 否则即便怀孕后也会被秘密处决 当然对于一枚背景 二枚靠山的宫女而言 一旦被皇帝宠净了 甚至因此有了身孕也不足为惧 毕竟根本没有人为他们撑腰 失宠之后就会被弃之如碧驴 名神宗朱义军年少时 曾做过一件出格的事情 她也为一时冲动 临性了李太后宫中的王姓宫女 后来她居然怀孕了 彼时朱义军并没有子嗣 李太后得知此事后又惊又喜 当她找到儿子时 却遭到了朱义军的百般抵赖 最终朱义军惹怒了母亲李太后 被迫承认了和宫女王室的事情 认下了儿子朱长洛 后来在李太后的压力下 册封王室为王公妃 但她一生都郁郁不得知 根本得不到朱义军的宠爱 直至最后死在了冷宫之中 这便是历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悲剧 所以女太监才应运而生 但正常男性入宫后 保不齐会和后宫妃子眉来眼去 继而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 简而言之 宫女无法胜任的工作都由太监去做 可见太监的存在就是为皇室服务的奴仆 既然宫女和太监完全可以满足一史的需求 为何还会出现女太监这个特殊的群体呢 成熟于三千多年前的周礼天官中 有一篇专门用来阐述女太监的章节及女史 所谓女史是为皇后服务的女官 简单说就是皇后的私人秘书 女史主要负责替皇后草拟奏折 诏书以及传递皇后的命令 据女史记载周代设有八位女史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内容 周代史设女史之后 历朝历代一直延续此传统 清朝灭亡之后才随之引入历史的烟尘 汉代时期宫内女官制度被正式确立 出现了女裕长 宫长和中宫学士十等职位 唐宋十七女官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唐朝设置了六上官制度 几乎涵盖了包括衣室住行等在内的所有方面 到了宋代 女官制度仍然长盛不衰 而且比唐代更加完善 宫内的女官数量超过二百余人 明代亦是如此 比唐宋两朝还要完备 正所谓存在即合理 民间将宫内的女官统称为女太监 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 毕竟 他们和男太监的经历和遭遇大同小异 女太监和宫女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宫女主要负责侍奉皇帝和后妃 工作内容主要以端茶送水 打扫卫生等为主 而且历史上有很多宫女在得到皇帝的宠幸后 实现了人生的大逆转 王正军 万贵妃 斗衣房和赵妃燕姐妹等 但女太监进宫的初衷却绝非给皇帝做妃子 因为挑选女太监时容貌不是应标准 他们的年龄往往都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 绝大多数都是民间女子 相比于宫女而言 女太监的工作内容十分繁杂 比如掌管文艺 记录皇帝以及后妃起居等 当然 运气不好的还会被分派去打扫卫生 但宫内的女太监有一项工作是宫女无法替代的 说白了就是负责给皇帝或太子上生理课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跨越雷池 有人甚至因此成为了妃子 另外 女太监还有一项特殊任务 替皇帝监视宫内后妃的一举一动 毕竟在一雄多次的后宫中 难免会出现妃子与人有染的情况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女太监不仅要严密监视妃子 还要时刻向皇帝汇报 据说 朱元璋时期的郭宁飞 李贤飞和葛丽飞 都是在没有时政的前提下被处决了 即便如此 皇帝的后宫中还会经常传出桃色新闻 也没有无菌手术操作 直接将器官切开缝合 对于这些女人来说 本就是到鬼门关走一遭 缝合起来之后 上厕所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会因为伤口发炎 用不了几天就去世了 这种方法被称为幽闭 还有一种方法是 直接将这些女人的整个子宫都拆除 古代女子要成为太监的话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将她们给捆绑起来 然后不断对她们的腹部进行敲击 敲击的时候会用到分量较沉的木棍 每敲打一下 这些女人都会有种五脏六腑被拍碎的感觉 敲打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 让这个女子的子宫在体内脱落 这样一来 她们就不会再出现怀孕的情况 由于体外悬挂着一堆器官 这个女子无论是走路还是做其他的事情 都会变得难受很多 之所以对这些女太监进行净身的手术 就是要让她们避免怀孕 有的觉得这些女人有可能会勾引皇帝 在皇帝身边久了之后就会和妃子争宠 还有一部分则是为了到皇宫后院去做女官 才会选择忍受这样的痛苦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目的 她们经历了 这一次惨痛的折磨之后 活着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而且她们受到这些羞辱后也难以恢复 对于这些女太家来说 她们的人生是非常可悲的 有可能是因为家里没什么钱 就把她们送进皇宫当差 也有的是为了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 所以才会选择进宫努力吧 但真正意义上能够获得成功的寥寥无几 更多的女子是在25岁以后被遣散出宫 这时的她们如果又受过宫刑的话 那么几乎是没有办法再嫁出去了 毕竟这一种折磨之后 这些女人就失去了基本的生育能力 自然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有人愿意咬她们了 历史上最知名的女官非上官丸莫属 据记载她一生至少和三个男人有感情纠葛 最终嫁给了唐中宗李贤 并被册封为昭容 难道上官丸也是女太监吗 很显然她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女性 相比于静身的太监而言 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女太监的诞生其实也是封建糟粕 在女性地位极低的社会环境中 为了避免皇家血统被玷污 才想出了这个残害女性身心健康的损招 据史料记载 女太监也要经历所谓的静身仪式 其过程比男太监残忍数倍 很多古代女性在静身时 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 在大众的心目中 皇帝为了防止后宫妃子乱来 才会让男性静身之后再入宫 后宫中之所以需要太监这个特殊群体 实则就是让他们干体力活 比如挑水 劈柴 搬砖 盖房等 这些体力活只有身强力壮的男性才能胜任 宫廷剧中太监总是不断的出现 历史中有许多太监 他们能把自己的权力不断扩大 晚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比如苏培盛 张耀廷 太监本质上是一种违背历史的存在 太监的存在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合理性 这是对他们地位的歧视与蔑视 不仅从根本上剥削了生命的价值 还一不合理性剥夺了他们的未来 让活生生的生命失去了未来 他们是时代中的牺牲者 也是历史的亲眼所见者 相比太监 女太监不是我们熟悉的 那么我国古代女太监都是如何静身的 静身的过程实在是太过惨无人道了 就连男太监看了都会觉得头皮发麻 这些古代的太监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 这里是使约馆 订阅我 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静身是每一个太监进宫之后 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 尤其是男性太监 他们静身的过程也是极为严格 从秦始皇开始 太监在进入皇宫工作之前 就需要进行静身这一个步骤 否则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服侍皇帝 况且皇宫里那么多的妃嫔 一旦不小心闯入了男人 这些男人和妃嫔发生关系 那么皇帝就会十分头痛 因此对这些太监进行静身 就是最为妥当的方法 那么男太监和女太监之间的 处理方式有何不同呢 太监在静身的时候 一般会准备一个非常锋利的刀片 白酒还有蜡烛 在静身的过程当中 这个太监的手脚会被捆绑起来 当时还没有出现麻药这一种成分 因此所有的痛苦都得人为坚持过去 他们嘴里会被塞上一块抹布 避免他们激动过度 把舌头给咬断 这时就可以对刀片进行消毒 消毒的步骤是放在蜡烛的火焰上进行烘烤 刀片表面会涂上一些酒精 经过高温烘烤之后 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然后在手术过程中 只需手起刀落 将男性的性器官切除 而这个太监在做完手术之后 就可以得到一些草木灰等止血的用品 然后他要坚持个两三天 能够正常活下来的话 就有机会进入皇宫做太监 由于太监的器官被切除之后 他们上厕所是非常困难的 也就出现了无法控制排便的情况 女太监的状况则截然相反 他们除了用直接切割的方式之外 还有两种非常狠毒的方式 将他们进行净身 这些女太监净身的时候 会拿出手术工具 将他们的下半身身体器官 进行切除缝合 有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筷子口大小的洞 方便他们上厕所 以及每个月来月室的时候 通过那一个孔洞流出来 但这对于这些女太监来说 无疑会造成伤口感染 因为古代没有专门的消毒工具 差不多变得了 变得了 也编难